財政部國有財產署野政計畫 跟內政部跨部會推出使用權住宅 利用國有地由政府興建 不租不售 而是使用者付費 依照不同的使用期限來計價 使用權宅可能會歸類於社會住宅 但是涉及修法 預計農曆年後會有進一步的具體規劃 位在臺北車站旁的金站花園廣場 是國內使用權住宅的標的個案 建商當初與臺北市政府簽訂 五十年地上權使用權 而目前社區每平成交單價大約四十萬元 遠地於周邊房屋破百單價的原因 就是因為一旦年限建滿後 購買者無法取得土地及建物所有權 現在財政部和內政部 也打算利用這樣的模式 以國有地 政府委外興建使用權宅 不租也不售 讓有居住需求的民眾來購買使用權 可能看個人需求吧 因為我是臺北人 所以會比較想要存錢買房 假設可能搬回台中 或者其他地方跟家人住的話 那我覺得在這段時間 如果可以用比較低的價格 住到相對好的地方 我覺得也是不錯的 根據財政部初步構想 將盤點面積在一千平方公尺以下的土地 由內政部規劃為使用全社會住宅 不同心有社宅限期住六年 只會訂出最低使用年限 不租不售 依照使用年限付費 繳費機制還在規劃 要提供給經濟能力高於社宅租戶 但又買不起一般住宅的民眾 他要的權力金可能也不是很少的金額 但如果是一筆很大的權力金額 但那個其實他在其他縣市就可以賣了 政府要用一些方法去處理 那我覺得財源是最重要的 但是都更為了 你看好幾千件 學者分析這是一種中繼住宅的概念 讓民眾可以階段性規劃住宅 但配套措施要完善 例如新加坡就以所得 來限制購買使用全宅的資格 另外政府也要建立土地儲備制度 不要因為財源短缺就賣地 記者刷中成臺報導